截止到今天为止 今天是那个2022年1月8号 也就是农历的赖出期 我这个其中的一栋花生结杆 基本上给被羊吃的差不多了 这个看着是一大肚 隔不住这个羊天天去找 吃的也是挺厉害的 我刚开始用这个粉碎剂 将它给粉碎拌掉我羊的 剩下这一堆的话 我就是开始用这个揉丝剂 来将它揉成段让羊来吃 因为这个发现这个剩下这一段 那个麦茶花生结杆比较多 就是里面有那个麦结杆 但是它经过雨林之后 就是给腐化了 那个羊不爱吃粉碎之后 而将它揉成段之后 那个羊就是便于去挑选 可以把那些那个麦结尔给筛散出来 吃不到肚里面 这个对羊也是有好处的 今天的雾还是比较大 之前这有一大舵 从那边开始 直接已经给干到这了 现在还剩这一舵没有吃 这一舵还没有启风 这个羊吃的还是挺厉害的 所以说它这个口粮还是要备足 况且我们这现在是 也是移行区吧 上秋反正是也是到处在封 我们这也清装的也是给封路 只留一个出口 所以要是买买草的话也不太方便 还是这个粮草做充足 比较稍微好一点 还有自己储存的那个草 或者是买草的话 它这个有发霉的草 像这样的 一定要将它给挑出来 这个如果羊吃的话 尤其是抹羊 特别容易流产 对它的身体功能 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你想想发霉的东西 吃了肯定是不好 不要怕浪费 这个东西该干掉还是要干掉 我这都是成堆的干掉 然后将它给烧掉 好啊 好啊 谢谢观看